嗨你好我是能杰 我是康祺 这是每天和你聊一则其他媒体不太敢聊的新闻的自由时事 今天我们要来关注的是江泽民的过世 本来我们以为说呢 现在在中国最受世界瞩目的新闻是白纸革命 但是就在我们在这个录音的前一天呢 中国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我们前一天才聊白纸革命 结果就在我们的节目上架之后的下午 其实就发生了这件事情 对那就是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过世了 那么这件事情呢 到底它会影响中国的政局如何的来影响 而且它跟白纸革命呢 是不是会产生一个不一样的效应呢 这个也都是全球大家都是在关注的事情 各自都有联想 对那么其实江泽民的过世呢 现在他们就是官方公布的原因是因为白血病 核病多重器官衰竭 所以他病逝嘛 那他享受96岁 那么中国国家主席 也就是现在中国的这个第一号的领导人物 习近平呢 他现在在面对这个白纸革命的时候 他对于这件事情的表态 也就是他对于江泽民过世的表态呢 其实也是受到很多人的关注的 他称赞江泽民是酒精考验的共产主义的战士 而且他还宣称说将会化悲痛为力量 按照中共二十大的部署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在这个时候 其实大家都想要听听习近平他的表态是什么 特别是全中国各地都爆发白纸革命 那四处都有民众示威抗议的时候 其实习近平他并没有释放出和人民对话的善意 而是更加坚持所谓的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向 而这个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 其实当然他就包括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坚持维护共产党成为统治中国的唯一的政权 这个很重要对于共产党来说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要努力的去促进祖国统一 无论如何我们回来去看江泽民过世的消息 其实这个新闻一爆出来 各大的媒体像我看见在Instagram上面 CNN就有做出了这样的回顾 其实很多的媒体都有在回顾江泽民过去的功与过 不是只有功也有过的 那如果我们去专注的回顾江泽民 比如说他在维护中共统治 还有祖国统一这两件事情上面 其实也会发现 他其实算得上是一个强硬派的 因为他和前任邓小平 在国际关系还有内政实务的提倡方面 因为邓小平他比较温和的 他是走一个韬光养晦的路线 可是江泽民的领导风格可以说是比较强硬还有果决 那么江泽民他就曾经在1995年1月30号的时候 提出对台统一的八点主张 那么谈话的内容当然就是反对台湾 以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目的来行动 而且要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他是这么说 那同年这个时任的台湾总统李登辉 他访问美国的时候 江泽民也有公开谴责过的 就谴责台湾还有美国这两个国家的往来 然后之后又因为恰逢台湾举行第一次总统直选 那么中共就对台湾发起了文攻武嚇 就除了有发射飞弹 而且还进行两栖登陆作战的演习等等 1996年就爆发了第三次的台海危机 所以你发现说江泽民当初他的这些 对台的这些政策还有文攻武嚇 真的是让我觉得满满的既视感 习近平做的也差不多都是这些事情 对 基本上是有一种历史重演的感觉 没有错 那其实在内政方面 其实江泽民最有名的就是全面打压法轮功 那么1999年4月25号的时候 有上万名的法轮功的学员 他们就突然聚集在中国的权力中心 也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中南海 要求公安要释放先前被逮捕的45名的学员 不料江泽民他就下令镇压 并且当年的7月份他就颁布法令 宣布法轮功是非法组织 引发法轮功的团体强烈的不满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是江泽民为宿敌 那么其实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到说法轮功的学员 他们是在世界各地举行集会 呼吁要法办江泽民的 那么希望透过告江大潮对中国政府持续施压 其实江泽民在对于法轮功的这些打压 反而成为中共在国际间大外宣最大的阻力 因为你看到法轮功他在全球各地 他的组织是越来越庞大的 那并且在全球各地 他们是非常有组织性的去成立媒体机构 无论是透过传统媒体的电台或者是电视台 或者是旗下组织的这些自媒体 都不断的在揭露中共内部的矛盾 政争还有中国基层人民面对的民生的问题 那么对于中国在国际上面的形象 其实是带来很大的负面的印象的 那法轮功对中国而言就很像是盲刺在背一样 很像对于中共来说 这个就是一个没有办法摆脱的一个制衡的力量 那么其实大家对于习近平的连任 他刚刚在二十大有连任了 三度连任也有诸多的批评 因为当然习近平他并不是唯一一个 在应该交棒的时候 还对于他的权位恋恋不舍的人 这个江泽民也曾经是这样的 2002年11月15号的时候 当时76岁的江泽民他就交棒了 的确他是交出总书记的位子 由这个胡锦涛来接任 但是他并没有完全的退休 而是继续的留任掌握军权的这个军委主席 所以对于江泽民退居幕后的这个决定 像香港的资深媒体人李怡 他就有曾经评论 他说这个一切重要的决定 没错好像都是胡锦涛在做 可是就算这个江泽民他不过问 胡锦涛还是得要寻力去询问一下 江泽民他老人家的意见 那么即便是到04年的9月19号 江泽民他辞去了军委主席 那胡锦涛他终于是囊括三位一体的 这个至高无上的职务 可是还是可以看见 比如说江泽民跟其他的一些高层的这个领导人 也都有共同出席很多重要的场合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习近平他是更进阶了 江泽民他可能在过去他退任之后 只是对于某一些的权力 他也是紧抓在手里面 但习近平他就更进阶了 他直接做了第二任之后 还可以做第三任第四任 其实这个习近平他可以在今天在中国 有这样子的一个地位 其实是跟江泽民有关系的 但是他当初所扶持的这个习近平 却对他的江派进行围剿 因为在过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中 外界普遍都会分析说 自邓小平掌权以来 都有一个所谓叫做隔代指定接班人 这个成为他们党内不成文的规定 那么2007年胡锦涛任命习近平 空降上海市委书记 那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奠定了习近平升迁之路 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 习近平就获选为总书记 那么开始采取强硬的反贪腐的运动 那个时候大家还记得吗 包括了像是上海帮还有团派 重要的人马都是陆续的被铲除的 那么2022年中国二十大改选 那十九大唯一的上海帮的人士 韩正不止没有连任常委 连中央委员会的名单也都遭到剔除 那么外界就解读说 江派的势力再次的示威 那么随着上海帮帮主江泽民 现在的离世 江派在中国共产党当中 恐怕已经很难再发挥影响力了 也外界有很多传言说 其实习近平就是想要把江派的人马 全部赶尽杀绝 那江派的人马最终很可能是完全的被 习近平完全的铲除 其实我们如果看这个江泽民过世 然后就算不是江泽民 过去很多这些中国的高级的国家领导人 他们被回顾所谓的公寓过的时候 好像都是一面照妖镜这样子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你往往会在这些过程去发现说 打压政敌或者是欺压人民的领袖 往往他们都会对自己的未来 埋下很多的地雷 那这个习近平是不是在做这一系列的动作 甚至包括铲除江派的人员 其实也是在为他的未来埋下这个地雷 其实也是很值得关注的 是 其实我们看到江泽民他过去 不管是在两岸或者是内政 其实都为共产党这个政权 树立了很多的政敌跟反对势力 我觉得这可能习近平 在江泽民过世的这段时间里面 他可以去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他现在所做的种种 他所有的决策是不是也为自己 以及为这个政权 在未来埋下了很多的地雷 其实我另外一个觉得蛮有感受的 就是说 其实江泽民他过去 他是处心积虑的去栽培习近平 那么这个他栽培出来的人 最后也对江派 还有对他自己赶尽杀绝 这个也是令人看了觉得 不胜唏嘘的一件事情 可能也是可以给习近平也提个醒 就是当你这么做 你对于你的这一些 前辈长辈老师 这些传位给你的人 你是这样子的赶尽杀绝 我不晓得未来他的继任者 会不会也这样子对待他 但是我相信习近平 他心中可能也会有所感觉 有所警惕 他可能以后也会战战兢兢 因为他对于他的前辈是这么做的 那他的后辈 他可能也会很忌惮 他的后辈是不是也会对他赶尽杀绝 这个我觉得对于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心理层面来说 他会带来很大的阴暗的面积 不小心对于我们今天聊到关于江泽民离世 以及对于中国的整体的这个政局的发展 又有怎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你随时留言给我们 自由时事是BFM财经制作的节目 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 caigin.my BFM的网站或者是BFM的app 以及各大播客平台 听到我们的节目 自由时事 自由了时事 让你做出正确决策